今天在金隆路这边 这个金隆路4号里面是一个大院 然后里面好吃的东西很多 以前没进来过 但这个牛肉面是在这个院里面 开了很多年 这店开了很多年了是不是 21年 21年了就开面馆 那挺厉害 谁是台湾人 没有 好 那就吃个台湾面吧 面卖50块钱一碗的最贵的 这可能是我现在最近吃的最贵的一碗面了 但是里面是真材实料 汤厚味中 里面基本上是全是小肉块 牛肉小肉块 带筋的那种估计是 牛肉弹牙 我这个牙口正好 这个面尝尝还行 还有个面可能是下面之下的 去里边过来 也是典型的一根是一根的面 以前在老台湾那边吃那个面 还有点嚼头 跟那些陕西面那些筋倒是没法比 咱们北方地区注重的是什么 是面的筋道 到了到台湾那边 他就注重什么 叫什么 叫汤头 它的面非常适合喝 先来一口 然后你闻了闻吧 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味道 你不知道的什么说是什么调皮皮 还是中药 在里面 那种深厚 我看电视上台湾的面 那些熬汤的手法 没有那一天两天熬不了 那个汤头 真没熬汤 他这个汤 加一份汤10块钱 我觉得这个牛肉面的汤头 用上陕西刀削面的那个面皮 我估计做出那个面也能挺好吃的 全国各地做牛肉面都很多 但是这个台湾牛肉面 应该说它是另一个方向的味道 另一个味道的方向 你是做牛肉的 它这个地方它不产牛 它不是畜牧也厉害 台湾不产牛 但是人家能把这个牛肉面做得很出名 那是挺厉害的 以前去过台湾 跟那个团去的 临走的时候那一天 也是吃了这个牛肉面 那个牛肉面确实也挺 所以说是团队团 但是那个牛肉面确实做得挺好吃的 我那时候还被深深的感动了一次 海峡两岸 你看 咱们这个人民不约而同的 守护着一个什么道理 叫滚蛋的饺子回家的面 意思是你回家的时候 老人给你煮碗面 你要煮的时候 要出远门的时候 给你做顿饺子 是怎么说 对吧 比如这个雪菜 雪菜拌去嘛 它拌这个雪里红 它利用的是腊八蒜拌的 我说这么好吃吗 又甜又酸 就是它这个面 非常得劲 小时候演了一个电视剧 叫编辑部的故事 上面有一集 说是台湾那边来了个二大爷 来了个亲戚 我小时候对这个事很上心 回去也查了查 中八经的查了查 家里就没有三大爷五大爷 在台湾那边成了将军 正好有西夏无子无女的 无奈 没有 你看人家这个眼 估计就挺好的 它店里我刚才问了一嘴 没有台湾人 我估计是不是也有个什么台湾那边的实在亲戚 你去过台湾吗 亲戚是台湾的 对 我刚才就说肯定有个台湾实在亲戚 不管怎么就比了他不是手艺啊 把这个面人家做了21年 你看一个你的面馆做的那个面怎么样 你就看这个顾客能不能把这个 能不能把这个面汤送下 他如果连面汤都一块喝了 说明你那个面做的确实没问题 光盘行动 从我开始传递到你 例行节鱼 韩剧浪费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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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